我曾经在前往西藏的骑行线上 遇到过泥石流 体会过劫后余生的胆战心惊 也始终记得 第一次骑车上高驾驶那种刺激与狂喜的心情 记得2018年的春节 是一个人在骑行的路上度过的 听着各家各户团圆的幸福笑声 远方的烟火里泡声 也觉得很开心 最近的一次是在南法骑行 追着耀眼的阳光 一路骑到卡马格尸地 遇见了火烈鸟 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巴约纳火腿节 还和比利纽斯的小动物们 有过近距离的接触 有两只小鸟悠闲地落在我的头顶上 没有亲身经历 是不会懂那种乐趣的 我想要是时间够长 只不定他们会在我头上 扑出一群小鸟 我觉得每次旅行 每次骑行都对我来说 意义非凡 因为在你的不同的年纪 在你的不同的时间 你去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体会是不一样的 然后去到了不一样的地方 认识了不一样的朋友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我觉得这些都对我来说 这些珍贵的记忆都对我来说 非常非常的宝贵 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西藏那边的藏民 真的是很淳朴 就给人很善良 他们的眼神里都透露着清澈 就他们每天都在那么美的大自然当中生活 是我很向往的 台湾人民也很热情 然后有很多很好的 很多好吃的小吃 然后一路上也遇到过 非常多可爱的人 问我是不是还在读大学 然后呢 你骑这一趟 大概需要花多少钱 我说几万块吧 然后他说 哎呦 你就现在养个小孩好花钱啊 就花父母这么多钱 然后说 父母肯定压力很大吧 然后我就说 我说 并没有 我说 我挣得比我父母挣得多 法国人 我对法国人的印象 他们真的很会享受生活 我觉得 如果我以后 没那么忙了 我要学会享受生活 他们基本上从下午开始 就特别是南法 就开始 就咖啡厅就坐满了人 就一人 或者喝点酒 或者是喝饮料 他们就可以 从下午一直聊天 聊到晚上 然后法国人就是工作时间也很短 他们也 就要加班也不肯 然后他们就喜欢享受他们的生活 享受他们的阳光 享受他们的美食 享受他们的 每个街道 就是他们会去用心感受 而且他们 起码我在南法看时 他们不喜欢看手机 都是 都是他们 都更喜欢 人与人之间 面对面的一种交流 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 应该是近期吧 换了新的公司 然后 然后自己也受了一次比较严重的伤 我觉得对我整个人的 就是性格也好 还有脾气也好 还有就是都发生了一些改变 因为导致 因为这个伤导致我很长时间 不能够自如的去活动 就会我会把一些时间和重心 你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 去回顾过去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挺重要的 希望能够开心吧 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开心就好 昨天刚解锁了歌手的新身份 我的手指单曲转身 有我自己填词 希望你们会喜欢 今天生日 现场清唱一段给你们听 请多多捧场 最后 祝我生日快乐 祝大家身体健康 每天都有好心情 和我一起全世界冒险 看遍世界约定你 我是张哲瀚